我是adsmoke 給我君子 舞台對我來說呢 就像是一種命中注定吧 轉對自己台前幕後 真的走來一步走去的 好像都沒有離開過 這個舞台的地方 感激有你們 感激有你們的知識 讓我有機會可以走到台前 做出一個又一個值得回憶的作品 其實在思綜的時候 一直到舞台東方亮起之前 我內心其實還是會有很多的不確定的擔心的 這總是會翻來過去的設想 我們見面的場景 是心裡又不安的 所以就希望能讓大家看到我的成長 又害怕你們會失望 那一天蘇州站結束之後 在我們回酒店的路上 還是會有點恍惚 就這樣完成了屬於我們的第一場見面 想知道那天大家玩得開心嗎 是不是也和我一樣 難玩期待的再到處下次見面呢 還記得小兒子裡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說能在下午四點來 從三點鐘開始 我就開始感覺很快樂 我現在終於是體會到了 那現在也是這樣的心情 我感覺能夠在最後帶大家見面 就是天大的幸運了吧 好 before 靜臺 龍姥 appreciate你 filed